哈利遭家族集体抵制 管理座位在第三排 全程被安妮公主帽子挡脸 自从苏塞克斯公爵回到王室后 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座位王室顶流备受关注 衣食住行都是在眉光灯下 几乎毫无隐私可言 假免典礼的现场视频曝光后 不少哈利的粉丝气氛不已 认为温莎家族在故意刁难哈利 安妮公主的头饰很夸张 一根硕大的红色羽毛 全程都遮挡住哈利王子的领域 哈利王室待遇本来就很低 甚至只能穿西装管理 这下粉丝们直接变得歇斯底里 大家都把怒火发泄给了安妮 甚至在评论区质问 她为什么要戴这顶帽子 是不是存心跟哈利王子过不去 不得不感慨哈利王子时运不济 上次参加女王国葬的时候 连被蜡烛遮挡 这次则被安妮公主的羽毛挡住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是没有露脸的机会 大家都怀疑她遭到温莎家族的打压 苏塞克斯公爵的粉丝 彻底失去理智 被一顶帽子挣破房 纷纷在评论区抱怨 安妮公主是在炫耀什么吗 为什么要佩戴这么奇怪的帽子 天天还挡住了哈利的脸 此外女王葬礼的时候 皇家摄影师也很不专业 着急按下快门 没有注意到梅根的脸也被遮挡住 之所以频频犯这种低级错误 很难不怀疑是故意为之 温莎家族集体在抵制哈利夫妇 不得不感慨哈利王子真是卑微 全城都在跟家族成员寒暄 但是得到的回应却少得可怜 在仪式开始之前 只有杰克布鲁克斯搭理的 其余时间哈利都在发呆中度过 从公务视频可以看出 安妮公主禁止坐在哈利的正前 摄像头 安妮公主的帽子 以及哈利王子的脸 不偏不倚在一条直线上 因此才会出现如此尴尬的一幕 也难怪家族成员集体抵制哈利 被用出版后 抖落出不少王室秘文 谁都不想跟哈利沾边 担心自己成为被爆料的对象 因此纷纷选择了回避 事实证明 还是尤金尼和毕翠斯给力 作为哈利仅剩的王室盟友 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 在走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 哈利还在跟尤金尼热聊 纵算是缓解了甘大的气氛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尽管温莎家族很抵制哈利 但是查尔斯还是不死心 为了缓和家庭矛盾 查尔斯主动邀请跟哈利共进晚餐 希望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这次的交心谈话 是查尔斯最后的仁慈 不知道哈利会不会接受 事实证明 至少哈利还能笑出来 这些都被媒体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哈利王子这次回来出席加冕典礼 一直都是按部就班 并没有整出太多事情 也有网友在评论区嘲讽 认为哈利的位置很有意思 不是被蜡烛挡就是被帽子挡 离开王室之后 哈利王子的王室待遇下降了不少 作为只被安排在第三排 然而也有粉丝认为 安妮公主干的漂亮 折住了哈利丑恶的嘴脸 真是替温莎家族出了一口气 或许安妮在本人 但是还是浑然不觉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帽子 已经冲上热搜 哈利王子也是哭笑不到 不知道是王室故意针对自己 还是一直以来运气都不是太好